回到第三場賽事,四班千二米,這組是第一組 還回到四號無記,11號的赤水神區 這場狀態比較差,一三十是最好的 撐這組細林榜有點發達,先看量化寬敞 轉過來菊草薄,賺些田草級數 以及用大師傅對於這隻僵口敏感的馬就好些 任何嘉誠 剛才我們看到他大閘都試了,最重要是 試完之後下了草地,這次不跌倒,頂得到功夫 隔頭斷的,得益良多 潘頓我想都是簡歧這一隻 大摩都是最後餘暉,搏到盡 這次撿到綠檔,可攻可守,狀態要保持 無記,Summer 走過前腳都很大力地扔下去,未起力,伸重,暴緊緊 再來跑,創科先鋒 上場初出田草都算走得不錯 但是轉過來菊草就擔心這隻大腳馬,轉彎就不靈活 再看看,還有可望多寶的新馬 裡面的筆? 外地是摩加里練的,史科飛試襲,香港就由兒子,史卓鋒試襲多 走過還是反應比較普通 其實這隻試襲都不太差,329隻馬爾代夫 但是潘頓不跑就給了一個蝕恩,新就收得不錯 但是走過還有那麼多身頸,未上力 冠寶區 他跟剛剛那場補出的那隻有錢開心同扣女 都有點像,功夫未壓迫都還是有些時候的感覺 好像平時有些摸頂,天賜寶 對,這隻是11蕩,Doremi的90、11蕩 走過要保持水準,但是火氣就不是最好的時候 那駁追這批冷門,豈不是賺甜酒杯? 會不會是天天漂亮的翻版 又是落斑邊緣之後撲近,但越來越漂亮 我覺得這隻甜酒杯 四班拆了,得益良多 上一次都跑得不錯 時間比起前一場莫雷拉起步 不斷撐不斷撐,控制漂亮很多 那場是球件是跑的 剛剛看成賽時都看過那條片 這次潘頓上馬,剛剛星期日,潘頓大摩 合作愉快,在最後階段都幫大摩盡數股 其實你說只要發揮正常,交出上次水準 在這組都很兇 這場賽事,見到隔晚大二十幾元 數到得益良多 當然要選擇,三選Q選酒不甩 不如試試博一下冷門,試試甜酒杯 因為我覺得這場賽事 剛才Alex分析神粗片段的時候 都說可能有些補足 天字堡在中檔維持黑色咒那一筆 黑色咒那一筆,一次過看了 好了,那說甜酒杯 其實影片那一場都是拆了來的 那一場就開心好幼,沒有留閘,跟回錢 另外管得點,因為排外檔關係 都要迫著,要剪到賣來擺錢 但是說回甜酒杯 其實去到終點之前 你都看到它開始慢慢在外面的位置 加速到上來的 雖然又不能來前四名 但是起碼有一場戲給你看看 這次為什麼要選它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條片播出來 都是抽出外面衝的 這場也有機會用一條片 顯示出來那個捕捉形式 會這樣在外面衝上來的 如果這場大家計算 有些正常捕捉的話 這些冷門靠追的話 就可以扔成其中一隻的配角了 轉過來谷採這邊,量發寬騰 即是沒什麼理由 一出即勝就贏不到 看看上一場先 用周進來減榜 形勢如何起步 其實當時起步 它又不算很sharp 彈出來,打算擺前一點 當然拆其之事要推前一點 就搗一下,搗一下 但這隻馬你見到一來搗得不快 二來在旁邊那隻已經攝住了 攝下攝下,前面的馬 開始退下來 它自己未有加速 好了,慘了 這裡三疊了 你看到一路沿途三疊 這隻馬真的很難發揮 本身那個僵口都不穩定 加上人來也要退下去 當作這場賽事都抹了它 形勢都比較不就它 這次賽事在賽前 加個避窟、試貨閘 其實都閘得不錯 用一下賀明年 起碼用回大師傅 這個操控希望穩定一點 始終初出那場贏行星夢 行星夢現在八字投平分 沒理由現在是59分 還在陪陪陪陪陪 看看季尾階段 拆了賽事不算很強 偉大可否幫這匹馬贏回場 四班千二米 明天拆了之後 這場賽事都分流了幾隻快馬 分別就是 紅油千里 赤水神驅和天賜寶 又剛巧三隻Doremi 分別在九、十、十一檔 全部執在外檔 三隻跑法比較單一 一定會在前面放 所以這場賽事 澳油千里九檔 應該會貼難先 但天賜寶其實都很快 沒理由就讓你赤水神驅在前面 有機會就一起頂住 三隻就併頭領放之下 有機會是這樣 可以出現一個 就中等偏快一點的步速 如果前面真的扯快一點 當然了 潘頓得益良多 就一定是最得益那隻 但是撿到十二檔 人和加盛 就希望這次不要放在前面 就縮回到後面 好像之前上名 這次有機會有些冷門機會 看回那場賽事 當時他休息了一段 後回來跑 當時黎海榮騎 就是因為不要當 原路留在包尾的位置 入到直路去到最面二百米 現在還是包尾的 抄到出去啤酒 然後大外一氣衝 你看這隻馬 剛剛入不了鏡 但到臨終點 一入鏡就見他差不多衝到上來 其實跑多一步 隨時都有機會 跟那隻電子大師砍過 這場賽事 雖然換了徒弟仔 就是陳家希 減一減榜 撿了十二檔 但前面確實是有些快馬 希望就真的 好像這幅周圍圖 那樣預計 留在後面 如果交出上次的後勁 我相信在這裏有冷滿機會 看看這次陳家希 能否把握這個機會 留到前段 第三場研究過 接著我們看第四場